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开门的那秒钟 有一股像逃跑的冲动 全身邪忆像瞬间被凑走 平冷的感觉挽线到胸口 我却表情的从容 不意外也不惊慌失聪 你和他的分叉的感情 是你太堕落 还是我放纵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受伤也会痛 也会想放手 我从此陌生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爱了就沉沦 要学着习惯伤痕 我却表现得从容 不意外也不惊慌失聪 你和他的分叉的感情 是你太堕落 还是我太放纵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受伤也会痛 也会想放手 从此陌生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爱了就沉沦 要学着习惯伤痕 不能要我的容忍 替你的背叛 负起责任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寻找对的人 也会期待让生命完整 也会期待让生命完整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爱了就沉沦 要不凭伤痕 要失去灵魂 怎么做才能 快乐 快乐 周五上午的10点08分 请锁定大声听音乐 动感101 我是李柯 也请你腾讯微博 at DJ李柯 或者是动感101 打开你沉沦已久的心结 也打开全新音乐风貌的张心结 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了 我们掌声有请张心结 哈喽动感101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心结 还有李柯大哥 你好 你好张心结 张心结这次是第一次来上海 对不对 对我第一次来上海 跟自己感觉的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 因为我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看电影 然后感觉是像那种老上海的那种感觉 风貌 对对对 感觉是那种 那种很 怎么讲 很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对有人形容香港是属于那个就是妙邻女子 那形容上海就是一个穿着旗袍的 对对对 略显一点风雨 有点中西方文化的对撞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 张心结我相信书中之前应该有不少朋友 如果关注在台湾地区的选秀比赛 包括之前的中广之星最早的出道的比赛 包括之后的有很多的选秀比赛 包括内地也有 都应该非常了解张心结 昨天晚上 我们特别在网上 还有很多网友在说 啊心结要要最man的 张心结要来了 我们要赶快参加他的活动 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会赠送特别的入场券给大家 好不好 是是是 因为今天在上海有歌友会嘛 对对对 我今天就其实特地是来上海 顺便我们是来做宣传我的专辑 打开心结 然后特地是要来上海开我的一个 就是个人的一个歌友会 好 对 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和地点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 我们要跟孙季前的听众朋友讲 特别是张心结的歌迷朋友讲 我们会开放我们的互动短线留言板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一问 心结的话呢 赶快现在就发过来 我们完全的live 完全的现场 你编辑101 加上您的留言 可以把它发送到1062 1062 等一下我们请张心结 自己来选三位幸运的朋友 好不好 好 刚刚我们听这首歌曲很棒 这首歌是专辑的第一主打 对这首歌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曲 然后这首歌名叫爱了就成了 爱了就成了 对因为主要这张专辑里面 还是在讲就是关于感情啊 算是情歌为 还是以情歌为主軸啦 对那这首歌呢 其实在叙述 有点在叙述就是 男女之间的感情 然后出现了第三者 然后那个就是男主角 就非常的难过啊 然后知道因为他的女朋友 跟人家劈腿了 可是他还是使不放弃 他想要他的那个 追求他的感情这样子 一直很坚持 很执着的爱 对对对 嗯 我知道这个 瞬间有很多朋友也 也也一定 一定都是这样想 有人称张心结是 男版的张惠妹 我刚刚听这首歌曲 我觉得 诶真的有那个味道在 没有不敢不敢 不敢了 不敢了 太谦虚 对啊 真的不敢 因为没有 因为张惠妹本身是 可以算是我们的 算是偶像了啦 就是一个神 可以弄一个神 就是歌神这样来讲 可是应该我还没有到 那种地步 可是谢谢大家 人家这样讲 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因为那个 歌声当中充满了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哑 但是那种小思哑 就能够很充分的 表现出歌曲的情绪 对对 应该是有那个原因在 应该是有一点点啦 对 可是不过还是要像 就是张惠妹 就是要向她 好好地学习一些 希望有一天 可以跟她一样 站上这个大舞台 你们相互有交流过吗 比如说在 比如说演出的后台啊 或者是 我之前在录音室的时候 有刚好巧遇到她 在台北吗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我在星光大道 那时候比赛的时候 她有来当 就是带班 帮小S带班 大概就是当主持这样子 所以你们有相互沟通吗 有有有 她听过你的歌吗 我不知道她听 有应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过 下次所以 比如说第一张专辑 我们就可以送她一张啊 真的 请她多指教 对应该要这样子才对 对 张兴杰其实这次新专辑啊 也是请到了好多的音乐人 特别来打造 比如说像蓝又时 对 还有像蔡正勋 林维文 对 还有就是FIR的陈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 对 其实还有就是 非常荣幸 在那边真的很开心 就是我跟了一个 内地知名的制作人 叫小柯老师 小柯 最熟悉的陌生人的原创作者 对对对 就是有跟他一起合作 在我专辑的一面 有一首歌叫做出发 和这么多 这么棒的音乐人合作 哪位给你印象最深 有没有录制歌曲 或者制作歌曲 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小故事 应该是 应该是 施力老师 跟小霞老师吧 小霞老师 小霞老师本身也是算是 天后级的制作人 小霞 对对对 那刚好就是有一次 我最记得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刚好我们在录制 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好像是风还在吹的样子 因为这首歌 我比较没有尝试过 然后因为他这首歌 好像有点太深了 然后我想说 刚好小霞老师来录音室 我就想要借我这个机会 然后想要问问他 就是说 在写着 在做这首歌的时候 是什么想法 可是那天真的很好笑 就是他来的时候 他带了一只宠物 他的小狗 他直接带到录音室 对对对 应该只有他能这样带吧 应该 这样有来讲 应该是没有人敢带的 对啊 对 可是那时候我看到 看到他 我就哇 因为我也有养小狗 我也有养宠物 对 所以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的话题都缠绕在 那个小狗的身上 你家里养的是一个什么 我刚好也 他是起 他不是 他是养雪纳瑞 雪纳瑞 对 我刚好也是 我自己养两只雪纳瑞 这样子 所以说话题都缠绕在 那个宠物的身上 就是说有忘记问他 就是说是关于这个 歌唱方面的问题 这样子 其实他也是非常严格的 一个制作人吧 还OK 我听人家讲说 他在 如果 因为我不是 我的专辑不是他制作的 不是小小老师制作的 那就是 我听人家讲说 他应该还蛮 好像还蛮严苛的 对 因为 可是我还希望有那个荣幸 像第二章的时候 可以跟小小老师一起合作 那跟小柯的合作 和其他的一些 台湾地区的制作人 或者是创作者合作 应该会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专辑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就是还蛮密集的 所以说我收 我只 我只收到小柯老师的歌 可是我没有跟小柯老师 真正的一个 就是 面对面的交流 对对对 希望有一天呢 能够真的碰到真面目 这样子 可以跟他好好 弹一弹 这首歌这样子 你看我们这个刚开始 刚开场 就有很多短期留言板的朋友 在问问题了 我们来回复 手机150尾号是 7256的朋友说 曼哥威武 沉淀这么久 终于出发 不过嗓子要好好保护 要加油 谢谢 谢谢你 对 手机138尾号是 5754的朋友说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 爱了就传轮 非常不错 要请问张兴杰 这是你自己的故事 写的歌词吗 其实 不是 不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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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怎么讲 因为这首歌的 这首歌词不是我 这不是我自己创作的嘛 对我想说 那我们在诠释一首歌曲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制作 每一首歌曲的时候 不一定是跟歌手都会 歌手不一定都会 有经历过那个故事 意境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把 就自己可能 经历过的事情 还是你可能在 自己的感情 然后可能在自己 就自己的套用到 这首歌曲上面 这样子来诠释这首歌曲 其实歌手有的时候 也很像演员 就是需要去揣摩 那个导演 他大概 那个编剧 他怎么设计这个场景 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看怎么样 可以诠释好 对对对 我觉得对 刚刚有讲到 就是我觉得 就是歌手 就是就跟一个 就是你自己 就要做一个导演 对 你歌词一拿到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画面 然后自己是怎么 你自己要去想 怎么唱 对 就跟自己一个 就是小导演 我觉得接下来 有一个听众朋友 他很有意思 手机150 尾号是0958的朋友 说 请问张兴杰 是不是男孩子 都不喜欢 那个追他的女孩子 因为会觉得 没有挑战 张兴杰 你觉得吗 你觉得呢 你也是这样吗 你有懂他的意思吗 他的意思说 他追男孩子 如果他是个女孩子 他就是特别喜欢 那个男孩子 可是男孩子就偏偏 这个时候 往往就不会反喜欢 男孩子喜欢 去追求 那个别的 那个女孩子 会更有挑战感 张兴杰 你是这样觉得吗 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 这个怎么讲 我觉得要看吧 要看 要看 有些男孩子 应该会是这样 会觉得会比较有挑战性 对 可能像我的话 我要看 我要看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 要我回答的话 那就四个字 缘分未到 真的就是缘分 真的就是缘分 爱情这个东西 勉强不了 对不对 你光是单向的 那没有办法 一定要双向 我觉得应该 如果女孩子太主动 男孩子搞不好会害怕 会不会这样 你有遇到过 我觉得会害怕 我是没有遇到过 可能会有 好 这边还有手机 152 是0556的朋友说 星杰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呢 会出下一张专辑的时候 可以提前告诉我吗 这个女孩子叫做 娜娜 晚上见 因为她晚上也要参加 这个歌友会 娜娜 谢谢 娜娜 谢谢啊 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啊 我觉得应该就 因为我 我还 这个人就还蛮简单的 就是只要 OK 长相就OK 这样 就是 干干净净的 很顺眼 这样OK 只要就是 孝顺 第一个孝顺 就是 乖巧 只要乖巧 你只说了三个 只要 可是这三个都很难 有没有 会吗 联系在一起 同时有 要孝顺 要美丽 要 没有美丽 就只要 自然这样 自然就好 对对对 这个有一点模糊 但其实也是很难 对不对 今天有很多 收音机前的朋友 来问我们的 问我们的问题 都没问题 101加上留言 把它发送到1062 1062 我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 张兴杰呢 歌友见面会 就在今天晚上的 晚上七点钟 对啊 其实今天好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下午就要去 准备和彩排 对就去彩排 那我们的地点 是在加倍区的 横峰路 585号 上海长城 假日酒店 那我们在现场呢 会有很多互动 今天晚上会唱什么歌 我今天晚上会唱 我的主打歌 叫做爱了就沉沦嘛 还有彩虹 还有就是 蓝氧石帮我制作 叫最爱不是我 还有 像之前 彩虹也会唱 对不对 彩虹也会唱 米洋四海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 还有出发 小柯老师这首歌 出发 还有就是一首 很有意义的 很有就是 激励人心的歌 叫继续奔跑 对这五首歌 那会不会 唱唱别人的歌呢 唱唱别人的歌 今天可能不一定准备 我们好像会现场点播 对好像是 我知道其实对于 辛杰来讲的话 有很多音乐人 对你影响也很深 刚刚我们在开场节目 我更透露给大家 我们在聊那个 Eason 陈一逊 对对对 Eason啊 他前两天刚刚在上海 真的啊 对他就昨天还前天 他跟周杰伦一块 他们出席商业活动 还特别介绍 他的新专辑嘛 对 今天是不是 辛杰也要推荐一首 你最喜欢的 Eason的歌给大家 对啊 其实我喜欢 就是Eason的歌 其实还蛮多的 我是后期才就是 一直有注意到他 因为我记得是 有一次公司 就找我去看演唱会 然后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我之前好像 没有习惯去看演唱会 自从看了Eason的演唱会 我几乎都会常去看演唱会 然后我对 以前对Eason的印象 印象也不是很深刻 那就是自从 听他的演唱会 他的现场 然后被吓到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个点 我觉得他在舞台上 就是很 好像他也是在演戏 对 他就不管 他就是 好自在 就像他的肢体啦 他又唱又跳 然后又 唱歌又 开玩笑啦 对 他又很幽默 就是很自然的在表演 然后从那个时候 我就是一直很喜欢 从那时候就 只要陈奕迅来 台湾开演唱会 我几乎都会去看 对 然后 这首歌曲呢 刚好也是 就是游文人 小胖老师 他推荐 推荐我们 比赛的选手 然后去听听这首歌 我去听了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是 对 来自Eason 陈奕迅的歌曲 叫做爱情转移 我们要特别送给 说明之前的听众朋友 这是新铁特别 为您带来的推荐 也请腾讯微博 at动感101 周五上我们的10点26分 请锁定大声听音乐 动感101 我是李柯 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 有我们的好朋友 张兴杰 带着他的最新专辑 来到上海 哈喽 这是动感101的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兴杰 还有李柯哥 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 刚在聊新专辑 也算是张兴杰的 个人首章 第一章专辑 对 首章个人专辑 虽然专辑是第一章 但是其实出道很早 最早 大概是十几岁 就参加中广之星的比赛 对 我十四岁的时候 参加 十四岁 参加了 也是选秀节目 全亚洲的比赛 我想让内地的朋友了解 你可能更多是通过 超新光大道 还有像那个 迷洋四海 对 我是先 我第一个是先参加 就是那个一个 中广流行之星的 一个比赛 小时候 对 再来就是 星光四班 对 再来就是星光传奇 然后再来就是 内地的一个选秀节目 叫做 拉方星光大会 那时候是在哪里比赛 在广东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 是在台湾路 台湾路 台湾路 然后 后期 好像总决赛 好像就 好像到 广州还是福建路 我忘记了 对 在那里比赛 其实 还有一首歌 就是彩虹 我们要特别 要提点给大家的 对 这首歌呢 其实 它其实在我人生中 占了蛮大的地位的 因为在我14岁的时候 那时候比赛了一个 比了一个赛 然后得到 制作人的青睐呢 得到那一届的冠军 然后就是 才有机会唱到 就是彩虹这首歌曲 当时彩虹那首歌曲在 台湾非常的 可以算是非常的有名 因为它的连续剧 非常的好 叫做 明阳四海 明阳四海 对 那里面的男主角是 东力火车的游秋心 然后所以说呢 大家都误以为讲说 哦 东力火车 那首彩虹是 东力火车唱的 其实不是 其实也 一半是 一半不是 因为就是说 因为这首歌 彩虹是 东力火车 游秋心 他制作的歌曲 对 然后所以 他自己的 他的创作 然后所以说呢 只是我先帮他唱 对 然后后面 过了 好像过了四五年吧 他又再翻唱一次 这样子 为什么大家会有 这样的一个误会呢 我在想可能 跟张晋吉的声音 有一点关系 就像我们的听众 也有发现 手机135 是9246的朋友说 星姐 你的声音真好听 不过呢 有点浓浓的鼻音 是不是不太适应 上海的温度 有点小感冒呢 如果是的话 要好好照顾自己了 希望可以把 好听的歌曲 带给我们 对 OK 没有 因为我本身 就是比较会过敏 对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养 那个宠物的关系 过敏性体质 对 尤其是鼻子 所以对唱歌 有影响吗 应该到下午的时间 它就自然会好 是这样 每天上午就 有点嗡嗡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都会很重 所以你录音要录 就像类似于 新专辑当中的歌曲 是上午录下午录 我几乎都是下午录 上午录的话 就嗡嗡的 对 今天我们在上海 将会有张兴杰的 歌友见面会 时间是在晚间的7点钟 今天晚间的7点钟 地点是在 炸备区 横峰路585号 上海长城假日酒店 我们会在现场 有很多朋友都会去 我们今天等一下 也会抽取 三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获得免费入场券 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好不好 OK 先听彩虹 然后我们等一下 马上来选听这首歌 好 OK 只要不醒过来 这就不是梦 请看着我 请拥抱我 体温别流走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你要做 请天空给我 请时间给我 再多一点停留 身为一道彩虹 雨过了就该 闪亮整片天空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身为一道彩虹 身为一道彩虹 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小纵 好多了 我爱你 不必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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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能不宽容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要做 请天空 请天空给我 请天空给我 请世界给我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好多了 我爱你不必忍痛 亲爱的你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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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可能是我 不再可能是我 送你一道彩虹 这是来自张欣杰他所带来的 在新传记忆当中也特别Solo的 彩虹2003 嘿 是的 其实很特别啦 其实这首歌曲呢 因为我昨天来上海 结果都下雨天 结果正刚好播了这首歌之后 我看一下这外面的宠物 一睛竟然太阳出现了 对波云见日 对对对 我不知道上海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样 至少在我们的动感101 在我们的这个红桥路这一块 我们现在一下子阳光又出现了 是啊 真有神奇的魔力 真的真的 我之前有朋友说 李克你去看一看张欣杰 他的那个blog 或者是微博上面 都有自己的留言 有这么一句话说 我不太会说话 我会用我的生命唱歌给你们听 可以表现一个音乐人 一个艺人 那个100% 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把所有的热情 都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来 那种坚持 让我们可以完全感觉得到 那我想今天接触这个平台 我们是不是 张欣杰有什么要跟大家传递的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OK 那因为老师讲真的 就刚刚讲过 就是因为我不太会说话 然后讲话真的不太会讲 所以说呢 我希望 因为我是 男人一个歌手的角色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呢 大家可以听我的歌 那就是我会用我的歌声 就是带给大家 就是 不一样的 就是我希望我的歌曲 听我的歌 可以帮大家疗伤 可以带给大家走出情商 然后就是 听我的歌曲 可以给你们幸福 这样子 哇 说的太好了 谢谢张欣杰 那么我们要抽选 三位幸运的朋友 获得今天晚上歌友会的入场券 对不对 嗯 那么张欣杰我们就选 那几位 这位 对这位 这位这位 好 手机是156尾号是8635的朋友 还有这位对不对 对 好 135尾号是9246的朋友 还有一位是 对那位 这位 150尾号是7256 就是刚刚说man哥威武 要提醒你好好保护嗓子的这位 恭喜以上三位幸运的朋友 每人可以获得两张张欣杰今天晚上 各有见面会的入场券 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横峰路585号 上海长城价人酒店 今天晚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张欣杰咯 谢谢谢谢 谢谢 等一下 这首歌也是张欣杰特别推荐给大家 来自于张慧妹的彩虹 是的 两首歌都要彩虹 因为我觉得彩虹 他的张慧妹这首歌曲 我刚开始 因为虽然他不是他的专辑的猪达歌 可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很有想象力 很有画面 我觉得好像他在一种山谷 有瀑布 他在山谷里面唱歌 然后出现了彩虹 我觉得非常的棒 也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对对对 今天张欣杰呢还要接受动感101 还有love radio其他DJ的一个采访 所以今天很辛苦 下午要彩排 晚上有歌友会 是的 祝你今天晚上在上海首秀成功 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 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的歌友会 谢谢 好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加油的地方要跟我们讲 对不对 对对对 好谢谢张欣杰 祝你顺利 谢谢拜拜 拜拜